這個上面也有那個 各位可以查一下那個 應該是第 CH07 因為第10B我放在07第7章 這邊有一個叫多國語系的 一個畫面 多國語系的畫面 那這邊的話呢 你就是可以見 四個 四個這個你的清單 另外的話如果說你要切換 語系測試的話呢 除了說呢可以從模擬器裡面去切換 之外 你也可以從什麼呢 你的設計環境裡面的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一個地球 這個地球呢就是自動會去偵測 你這個APP裡面有沒有多國語系 如果有多國語系他就會幫你列車出來 而且很厲害一點就是他自動會幫你放一個國籍在上面 我覺得剛開始看到覺得嚇一跳 他怎麼這麼這麼的 這個人性化 我們來測試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看看這邊有沒有一個地球 預設是只有 一個 就是Others 那如果說你這邊呢 假設你已經增加了幾個語系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邊就自動會偵測到 EN有沒有 JA 然後 CN 就是大陸 然後台灣 那如果說你現在切換的話 他會切換 比如說我切換EN的話 這上面的訊息也會跟著改變 那底下這個訊息為什麼沒改變呢 因為我這個不是用自傳檔 我是怎麼 直接自己打上去的 所以呢如果你這個地方 LOAD的時候呢 假如你這個 因為我這邊的 他的TEST來源有沒有 是直接用選的 選擇TITLE 按OK 那如果這個的 我是怎麼 顯示訊息 是自己打上去的話 那就固定了 所以呢 在你們在設計的時候 常常會跳出奇怪 他為什麼會給你警告訊息 一個那個 黃色的驚嘆號 雖然呢 App都可以run 可是呢 他覺得這樣不好 為什麼 因為他希望你把 這個訊息 把它怎麼樣 先寫到 Street的 自傳支援檔裡面 再把它載進來 那為什麼 因為將來如果說 你中文是中文 如果英文的話 他會low英文 日文會low 日文的 所以這地方的話 最好也是建立成那個Doggle儀器 然後我看那個好像 簡體好像 沒改 那你們可以利用那個什麼 利用一些工具 把那個訊息呢 改換成那個Doggle儀器之後 再載進來 OK 那這裡我想 各位先試試看 就是說第一個 先把你們的 專案先建好之後 裡面呢 先建一個man 然後的話 第二個就是說 在你的Street支援檔裡面 建一個這個叫boss的 Street array 裡面有幾個項目 建完畢之後的話呢 那你們可以 直接在這個屬性裡面 找到一個 Entries的這個 屬性標籤 把它載進來 那載進來 其實你可以先把它save 先讓它run一下 如果你的這個項目呢 都有list出來 就完成 第一階段 那第二階段就是說呢 再把這個Values 記得把它改成 多國語氣 試試看 可以把畫面 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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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